日前,國王號爭氣火車啟動前往迎接全新的EMU-900電聯車 引發鐵道迷狂追拍照 而二十八號上午,國王號在攜手機關車女王 首度雙連在東部鐵道上奔馳 更是讓大批鐵道迷為之瘋狂 讚嘆之餘也希望這個美景能夠有機會再看到 一輛爭氣火車在鐵道上行駛就已經十分難得 而兩部爭氣火車頭合體的畫面 在台鐵電信花之後更是破天花首見 十月二十八號上午,DT668國王號攜手CT273機關車女王 首度雙連在東部鐵道奔馳 吸引了大批鐵道迷來見證 台鐵花蓮幾乎段表示 CT273修復之後一直沒有納入台鐵的規章範圍之內 今天主要是重新測試修訂包括性能等相關的數據 CT273的女王號 他原本就在我們花蓮幾乎段 由本段來保養 這是為了配合我們新車EMU900型的入港 局長特別指示把DT668由彰化調過來花蓮地區 未來歡迎我們的新車入港 所以有這個機會讓國王跟女王號同時在我們花蓮幾乎段裡面 蒸汽油車它已經是國寶級的這個歷史文物啊 那當然這個機械東西不動它也很容易壞 但是動得太多我們在零件上的取得也有困難 所以我們會正常的保養的時間裡面以外 我們盡量來配合外面的活動 讓這個蒸汽油車可以出去讓大家見見面 對 融化遺產我們就好好去利用它這樣 然後讓大家以下一代的人能夠知道說有這個火車 那我們這個火車還可以用這樣 台鐵已經修復的蒸汽火車中 目前兩部在花蓮分別是DT668及CT273 花蓮幾乎段28號把兩部蒸汽火車頭連接起來 編號8782車次 先前有對外預告蒸汽國王和女王要一起出征 上午10點12分從花蓮站出發往光復 沿途吸引了大批鐵道迷守候 見證令人熱血奔騰的一刻